到底是谁乱喊救命 男子一看到好多警察找上门 吓得马上说我朋友等等就出现 一开始还想装傻 只要警方再问才坦诚是朋友犯案 无故在路上大喊救命 警方一开始货报有人被掳 立刻出动20多名警力 分头进行 就怕晚一点找不到被害人 有远警前往现场访查 问问目警民众 有人则是吊监视器追那辆车 上个月29号 王姓男子在着堂弟 喊求新朋友出门打工 但搞错了没赚到钱 折返回家去钓鱼 半路后座男子突然开窗大喊救命 一次不够又打开车门喊 路过了骑士发现不对劲 马上打110 最后警方找到人 竟是乌龙一场 发现说这台车 完好无缺的停在这个家门口 然后跟他的家属询问以后 才发现说原来这三名男子 跑到一旁的这个溪里面去钓鱼 那通知他们回来以后 才发现说原来他们是在恶座 继续在嬉闹 乱喊救命 好心民众急着报警 担心被害人出状况 没有想到全是假的 喊救命男子触犯设違法 科除三天以下居留 或是三万元以下发欢 这下好好学个教训 别乱开玩笑 浪费尽力 TVS新闻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